桌上一叠又一叠的千元大钞 总共1480万元 通通都是骗来的 刑事局破获一起 未上市股票诈骗案 嫌犯以低价大量收购 经营不善的公司股票 假扮投雇人员 以防疫概念股 稳赚不赔等话术 向被害人推销 并谎称半年后就会上市 有被害人迟迟等不到消息 联络后发现遭到封锁 才惊绝受骗 近两年股市大多头 搭配时下热门的话题 包装股票 在被害人发现 所购买的股票 未如期上新贵的时候 询问该集团成员 集团成员就用国际情势 还有疫情的部分来推诿 并攻守被害人的电话 罪行诈骗 经初步清查 受害人数高达千人以上 诈骗金额统计高达新台币5亿 这个集团会像未上市上费的股东 大量收购低价的股票 然后将这些股票交给下游厂商 提供交战守折 推销DM还有贵款的人头账户 然后这些下游厂商会扬成 它是合法的投股公司 利用话术来包装 利用电话来推销股票 那贵害人觉得 这个股票稳赚不赔 那贵害人提醒之后 就会汇款制 他指定的账户 那这个账户就所谓的人头账户 然后再由这个车手 提领现金 然后现金会扣回大盘商 然后这个股票呢 就会由这个车手 以载费的方式 寄到民众的所上 刑事局逮捕理性嫌犯等18人 依诈欺洗钱 违反证交法等罪嫌送办 警方呼吁为上市上柜股票 欠缺政府单位监督 交易价格不透明 未来是否能顺利申请挂牌 均难以掌握 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上当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